我上个视频说了,我把我暖气炉子的这个控制板换了 也提到了我那个暖气炉的漏水,已经漏了几年了 那一开始漏水啊,我就是比较大意 没怎么在,就是说,没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后来,上次因为换这个控制板嘛 把那个炉子门打开了,然后那下面就锈的不行了 哎呀,我这个真是挺痛心的 挺后悔的,就一开始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没有注意,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漏水是因为这个黑盒子它裂了,破了 后来我把这个黑盒子拆下来 它上面,它全部上面已经掉下两个小块 就两个小块完全它就是破了 两个小块从上面掉下来 后来,这怎么办呢 我就用胶啊,又把那两个小块粘上去 然后外面呢,又贴到这种胶布 也不知道是那个胶质量不好,还是我粘的不好 还是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救了 我弄上之后啊,它还是漏水 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它这还是在漏水 然后,然后这个是比以前有好转 以前它漏的时候啊,它是滑滑漏 现在呢,它就是低漏 所以说我这个东西还必须要,我要买一个新的换上 然后那个新的我已经买到了 然后换那个新的,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把这个新的装上去之后啊,你还要接这边的这 接这边这个管子 然后它那个,再回去看它那个说明书 啊,这个是我新买的黑盒子 然后看这个说明书啊 它这个说明书啊,这个地方写了 这个接这个管子的时候 这个是那个黑盒子 然后接这个管子的时候 你要接这种PVC管什么大的套小的 还要接一个这种T型管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是通风的 它这个上面说是这样做这个管子 我看我那个机器人 它旧的管子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是呢,它这个说明书这个下面又说了 你也可以啊,就接一个普通的这种管子就可以 然后呢,接到它这个 上面这个口上 只要固定它不漏水就行了 所以说它这个东西没那么复杂 它搞的这个东西就有点不弄玄虚 搞的好像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挺不好搞的 其实你就给这上面接一个管子就可以了 它这个上面说的接的是一种 这个英文叫Ventubing Ventubing我查了一下 它就是那种透明的那种塑料管子 我那个下面那个PVC管后面 就是这里啊,这个后面它接的就是那种管子 这个中文好像叫什么 什么乙烯机管啊,叫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那种透明的那种管子 其实我想了一下 它这个其实它这个东西它就是排水的 你随便接一个管子 只要不漏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觉得没那么复杂 因为我一开始我看它这个说明书上说的这些东西 我还昨天我去Home Depot 它就买了它这个东西 你要接这个管子 你要买这个PVC管 这个挺长的 买这个PVC管 然后买这个T形接头 你还要买这个胶 然后呢,要把这个PVC管截断了 给接上去 然后再用这个胶啊,给它粘上去 挺麻烦的 其实买一个管子就可以 像我就在网上看 其实买那种洗衣机或者是洗碗机那种排水管 给它接到这个上面 它不漏就行了 所以呢,我买这个东西啊 我今天就给它退了 退了,再去买一个洗衣机的排水管就可以了 在一个洗衣机的排水管 其实现在是冬天啊,没什么人往外扔东西 到夏天经常人往外扔那个洗碗机洗衣机 从上面拆一下那管子接上 其实也是可以的 没那么复杂 包括它这个盒子啊 这个盒子它为什么搞这么一个大盒子啊 我用那个 就是手机上这个手电啊 照进去啊 看它的窟窿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后来我觉得 它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那种 里头就是一个大的U型管 就是它这个空间比较大 就是一个大的U型管 它这个水啊 水从这个上面 从这个口进去 然后呢,最后 水是从上面这个口进去 然后呢,又从边上这个口排出来 它这里面其实 就是一个大的U型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没这么复杂 不知道 这个Linox啊 它为什么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有很多种方法 来做这个U型管 做这个排水 排水这块这个东西 很多种方法 我感觉这个Linox 它好像选择了一种最笨的 最糟糕的 最不好的方法 我在网上看了 我这个东西不是裂了破了吗 我在网上看了 这个东西 它是经常坏 有的人是 换了五个月 它就破了 有的人是换了十一个月 就破了 有的人是两年就用了三个 所以它这个东西有点就是 有点像那种智商税似的 后来我在网上看 还有人留言了 就说是这个东西 它是有生命周期的 它过一段时间就会坏 所以你就要换 它好像已经被洗脑了 就认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就是应该坏的 你就应该花钱买这个东西 你就应该花钱 搞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 我这个是 我这个我买了 花了一百五十多 我在网上看了 这一百五十多 买下来就不算贵了 它这个很多 它卖的这个东西不便宜 我感觉这个 这个就有一点 这个有点坑人了 你这个 你没有必要搞这么东西 很不好搞 而且它这个上面 它那个为什么会破 可能有热胀冷缩的原因吗 我觉得那还是不是主要的 它这个东西 它这个塑料 是那种硬塑料 它说是 你看它这里 就是我手的这个 手指的这个地方 它这有两个矮多 这一边一个 它这个往那个 往那个暖气炉上拧的时候 它说你不要用那种电动 电动工具 电动工具 你说你拧的那力比较大的时候 就容易把这个地方 就给它压碎了 因为它这是那种硬塑料 它说是 它这个东西就有问题了 如果你拧的过松 它肯定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接进去的 拧的过松 它肯定会漏水 你要是拧的 你要是拧的过紧的话 又把这个东西就 可能压破了 就很糟糕 所以呢 我一会我装一下 还要小心 不看又给弄破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需要这么这么一个大盒子 下次如果它真的再破了 我就不要它了 给那个 给上面直接接两个管子 直接就接到排水那 顶多中间 自己做一个 自己加一段U型管 就排到那个下水道里面就行了 没这么复杂 没这么 它搞这个东西 就有一点 有点就是 有点它赚这个信息差的钱 因为我们一般人 不怎么想它这个东西 不怎么就是 不太知道它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这个就 它黑乎乎的里面 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其实它里头什么都没有 就这么个黑盒子 它就好像用这个黑盒子 赚你的钱 你过两年 你破了 你换一个新的 过两年破了 换一个新的 一个新的 150 一个新的 150 说起这个事 我就想起前两天 看个新闻 说是河南 河南联通吧 他们 不是 现在大家都上网吗 让大家 换那个 升级那个 Modem 他们叫光猫 可能是光纤的 光纤的吧 现在的Modem 用的光纤的 就是用户 他那光猫 根本就没有坏 都好好的 他那联通公司 他故意 就把用户 那个网断了 然后就说 你网断了 你没办法 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就让他们 维修人员 上面来修 维修人员 上面之后 一看说 你这东西不行了 你要换光猫 怎么怎么回事 那你一下 一个光猫200多 你200多花出去 其实呢 你根本就不需要 就他们故意搞 你就要把这个光猫 卖给你 还有的 他们就是 比如说 从A用户家里 把这个光猫拆掉了 拿走了 其实是好的 给A用户说 你这光猫不行了 坏了 这样拿走之后呢 他又卖给B用户 他这么搞 这个就挺坑人的 我觉得他这个黑盒子 他就有这个嫌疑 不过我这次 反正是 我给他装上去 然后 我希望他是 这次一劳永逸了 江山永固 他肯定以后不要坏了 一直等到 我那炉子 完全不能用了 他也不要坏 然后我 今天我先去 荷姆地泡的 再把我买的这些东西 退了 这些东西 加在一起 一共四十多块钱 买一个那个 买一个洗衣机 洗碗机 那排水管 也要二十多 但是 但主要问题是 他用 弄这个东西 挺麻烦的 你还要给他 沾上去 弄 还要让他不漏水 因为我从来 没有弄过这个东西 我怕我弄的 弄不好 又漏水 而且包括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装上去 有人说 就是他这个东西 装上去 有人说它裂 有一个原因是 有一个原因是 你这边不是 你这边 你接的管子吗 拽着是吧 因为那 管子有重量嘛 如果你弄得不好的话 因为你也没法弄好 管子肯定是在这个地方掉着 就像我现在机器上装着 那管子就在那掉着 掉着肯定对这个东西 它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力 往下掰嘛 把它往下掰 掰着的话 这个矮朵 这个凝螺丝这地方 肯定都会受到那种力 然后有可能就把这个地方 等于是给它拽断了 给它弄断了 所以说 接这个PVC管 还有那种问题 你接一个 洗碗机洗衣机的排水管 它很轻 接上去之后 应该我再把它固定一下 就基本上 不要让这个黑盒子 再受额外的力 我觉得那样会好一些 所以说 直接接一个管子 比它搞这个 7788搞这些东西 还要好很多 又简单又方便 这个东西没什么东西 就有点那个 有点骗人了 但是说 它这个 它就这么搞了 就想起一句话 你要是 不换上这几个黑盒子 你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Linox的用户 你用的炉子是Linox 我现在排水管买回来了 希望装的时候都顺利 一次都给它装好了 不出什么问题 它这个管子上 它这个接头 它有不同的大小 这有一寸的 四分之三寸的 下面还有一个 是八分之五寸的 你比如说 你要接一寸 就接到这 如果你是四分之三的话 你就把前面这个 给它切掉了 这四分之三 这个就接上 在后面的八分之五 也是一样的 我先试一下 这个东西 能不能接到我那个 接到我那个 那个黑盒子上 我现在把这个管子 这个盘水管 接到我这个黑盒子上 它这个 我这个正好就是一寸的 然后刚才装的时候 还挺紧的 我抹了点肥皂水 那就往进去插的时候 就相对容易一些 看来我这个都 可能都不需要用这个 用这个卡子 应该不会漏水 下一步就看 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出口 能不能接到 我原来那个管子上 我现在已经把我以前的旧的 拆下去了 刚才没有录 刚才把这个线 整理了半天 因为 以前装这个炉子的人 也不是以前装炉子的人 就上次啊 我以前是那个传统的 很传统的温控器啊 后来变成换成智能了 换成 iQoB的智能温控器 来给我换智能温控器 那个人 他来给我装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换 这个下面要装个小东西 装的时候 他把我这个线搞得可乱了 他那个 反正他接上了 能工作 他就走了 这个不是自己的事 就不好好干 他那个搞得挺乱的 后来我把那线整理了一下 现在我这个 我这个也接好了 我现在就把这个装上去 眼睛花了 岁数大 眼睛花了 不知道您 不知道您多大了 我现在这个眼睛花了 又近视 有的时候 戴上眼睛看不见 不戴眼睛也看不见 真糟糕 所以说这个眼睛太关键了 不是眼睛太关键 身体太关键了 这个螺丝刀 这个手霸是方的 很糟糕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做的方的 那些人可以 设计这个螺丝刀的人 可能就没用过螺丝刀 这个转起来很不方便 这方螺丝刀 也不是我买的 那我老婆买的 我要买的话 肯定不会买的 我现在基本上 把这个装上了 然后 还要看那边排水 看那个水管 要往那地漏那边走 我现在到那边去 把这个地方 搞得太拥挤了 弄起来很不好弄 那个管够长 我直接就通到地漏里面 它后面就不用接别的管子了 挺好的 你看我地漏这个地方 以前就是流水嘛 锈 锈的都流过来了 一直流水 一直锈 成这个样子 不过 这几天已经不怎么流了 因为我把那个 把那个东西给它粘了一下 又用胶布贴了一下 它流的慢了 好了 现在基本上 现在装好了 不是基本上 就是装好了 水就排到这边就可以了 上次换 ECOB ECOB的时候 那个 那个 TECNICIAN 它把下面那个接线 那个接线盒 都 接到这个地方 因为它那磁铁 它弄好之后 它把线乱接上 然后就把那个东西粘到我这边 非常糟糕 搞得这地方乱七八糟的 幸亏水没有流到在上面 它放的比这个水高一些 水流不上去 现在我把那个 把那盒子拆了 把它放到机箱里面 这样就 看着清爽多了 现在看 我这个炉子 好像有点团红火 就是 那火焰是红色的 或者说是黄色的 有着红色火焰 说明 这个煤气 燃烧不充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 但它现在 这个 哪些都 它正在正常工作 不知道 我以前 我以前看 我这个火焰 应该 基本上都是蓝色的 今天这个红色火焰 比较多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飞机马达 摸着挺热的 挺热的 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刚才想到 这个黑盒子容易破 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还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往这边看 你看这个 它这个 看这个地方 它这个黑盒子 它两边都可以接 你可以接在这边 也可以接在这边 它是对称的 你看它就接在这个上面 它那边也有一个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黑盒子 就接在右边这个上面 然后看 接黑盒子这个地方 它这个东西 它比旁边的板筋高 它这地方不平 那黑盒子 你拧上去 你螺丝拧的 即使你拧的 不是特别紧 你如果让那个 拧螺丝 那黑盒子那个位置 和这个板筋贴上了 那因为旁边这个高嘛 那黑盒子 那下面它又是平的 那这个地方 它就顶着黑盒子 黑盒子等于就 较着劲 那它就容易破 它这个地方设计的 确实不好 这Linux还是大牌子 那以前不知道 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 当时设计的人 他没考虑到 现在应该不漏水了 看这个 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大窟窿 以前这也有一个窟窿 它是走线的 它那窟窿比较小 它一直流水 一直绣啊 把这个窟窿 绣得这么大了 我现在用胶布 把这个地方贴上 反正是 贴上总比没有墙 贴上总比不贴墙吧 那没办法了 这个 炉子绣成这个样子 确实是 就是小事变成了大事 拖着 就是那句话说的 什么千里之地 还是千里之地啊 毁于一穴 就一开始 这个问题我没有 就是说 但是没想到会有 这么严重的后果吧 我看我这个火焰比刚才强 刚才呢 黄色火焰比较多 现在就 现在还有 但是好像是比刚才少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 谢谢